疫情之下餐饮业首当其冲 为了鼓励业者针对营业场所加强清销 台中市政府推出餐饮安心吃振兴补贴 开放15号前已经在台中市取得税级的 台中餐饮业者线上申请 每家可补助5000元 如果要达到环境的清销 疫情安全相对业者所要支出的成本会提高 包括它的消毒票 漂海水 酒精 口罩 包括很多的隔板 甚至座位要减少 相对的它的成本就会提高 所以台中市政府我们率先提出了1.2亿的预算 我们要补助餐饮业者每家5000块钱 协助他们做环境的清销 加强疫情的安全 造成客人的回流跟回笼 尽管目前疫情趋缓 民众仍然会担心在外用餐的环境安全 市府利用时值的补贴 降低餐饮业者环境清销成本 几乎各店家都可申请 业者对这样的政策也相当肯定 表示疫情期间每个月的清销成本 的确造成不小的压力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其实有许多的内用的生意有大量的减少 那为了要这个增加这个业者 经营这个内用生意的一些信心 然后包含一些顾客的一些回流 所以这一次台中市政府用这么简单 快速就可以申请到的一个经费 然后来帮助业者 那我相信对业者来讲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卢市长也说明补贴申请将于15号上路 预计造福约2万多家业者 市府近期推出一连串振兴活动与补贴计划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站稳振兴经济的脚步 记者杨周环台中采访报道